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等一下请野岛刚先生呢 他来跟大家来观察台湾的媒体 跟日本的媒体有什么不一样 台湾人怎么看日本人 日本人怎么看台湾人 非常谢谢他今天早充空来到节目 等一下我们就会有脸书的直播 日本人默默在想的是 这是野岛刚先生非常优秀的 日本的资深的媒体人 他的最新的作品 但是他很多的书 他对日本对台湾有非常深刻的观察 等一下我们要从他身上来看看日本的政情 也要从他的观察当中看看 台湾人怎么看日本人 那有哪些角度是我们所忽略的 那请野岛刚先生来启发我们呢 等一下我们脸书也有直播哟 coco早餐跟我的脸书 周一寇的脸书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我们的频道 非常好 谢谢听众朋友您想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非常资深的日本的这个媒体工作者 他其实一直是在朝日新闻工作 所以你只在朝日新闻工作 我现在已经离开 我知道 那在野岛刚先生 我们今天要主要还是介绍这本 其实已经很多人都知道这本书就是 日本人默默在想的事情 这是最新的一本 这是时报出版公司所出版的 非常谢谢野岛刚来到节目现场 因为你是多久来台湾意思 我大概一两个月 来到一个礼拜或几天 这本书很有意思是 你要写给台湾人看 就是说我们台湾很多哈日主 对不对 但是你也觉得台湾人看日本人 其实还有一些角度 没有关注到的 对对对 基本上台湾人都是以那个观光 还有一些这个文化嘛 漫画还有电视剧 这种观点来看日本是比较细的 可是真正的日本到底在想什么 然后平时我们日本过 日本人过的什么样的生活 这个部分可能是他们的想象的 跟实际境界有一点不一样 所以这个部分我在这个书里面 是比较我觉得有一点 想要让台湾人知道的东西 就写下来 而且他很短片很轻松 但是每一个不同的角度 都让你有启发 而且第一篇就写日本人性开放 竟然是从教务时期就开始 这个这本书 这个野岛刚先生 他是你是新闻系 对不对 然后所以在 你的Mandarin是在台湾学的 对很多时间我在台湾嘛 所以就北方的那个中国大陆的北方人 就听到我的中文就说 你是台湾学 台湾强 台湾强或是南方强 他们听得出来 听得出来啊 对对对 所以我蛮开心 因为反正我有些个 我的中文比较有特色了 比较有 对 因为那个中国大陆的北方人 他听我们台湾人讲这个国语 他们会觉得比较温柔 比较温柔 对对对 不是那么刚硬 你觉得是台湾强 然后那个 1992年以后 你就到朝日新闻去上班 对对 我在朝日新闻已经 过去已经做了24年嘛 所以然后去年我离开 因为我就太喜欢写书写稿吧 所以一直都在报线 当然工作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很有很多这个优势吧 大媒体里面工作 对 可是我就自己想要写的东西嘛 还有自己想去的地方 自己想见的人 反正越来越多 所以是想要自由空间 你现在就做freelance啊 对对对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决定吧 一个人身上的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对 那已经做了一年多嘛 我反而觉得没有后悔 而且觉得我的选择是对了 因为电电过得真的很开心 是啊 恭喜你 也可以上当你过过节的节目 非常谢谢这个 严导刚是我的这个偶像 因为他其实很早你写的这本书 两个故宫的离合 跟迷洋的亲民伤和图 这两本书其实在我们台湾 引发了非常多这个 中华文化的这个 艺术研究者的这个震撼 因为你那时候来台湾 是住在台湾 对不对 因为是朝日派你来台湾 对对对 所以你一方面跑新闻 一方面跑故宫 其实这个跑故宫 也是我的新闻工作的一部分 当时是怎么说政党轮迪 民进党到国民党的时候 2008年嘛 对 就是前面的民进党政府的故宫政策 和这个国民党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非常不一样嘛 一个博物馆是在两个政府里面 他们的想法 他们的政策变得这么极端 是世界真的罕见了 所以是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分析 台湾的政党的 建制的一个逻辑 还有这个两岸的历史 通通把这个文化跟建筑连接起来 因为我基本上是 我的专业是建筑外交嘛 所以是虽然是我写的标题 看起来是文化 可是里面有很多很多建筑有关的东西 事实上这个台湾受政治影响很大 对不对 台湾整个被政治降临的一个国家 这是你的观察 对对 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人 因为每个人都见到 怎么说一个朋友的时候嘛 大家都会想一想 到底这个人是老的还是老的 或是有什么样的立场 这个种政治意识非常强 日本是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 虽然是有一个政治想法嘛 可是平时都不会意识到 他到底选举的生活都可以学 可是台湾是一个 比如说一个商业项嘛 也有六的老板 有蓝的老板 反正这样的人的这个区别 用政治来看 用政治来决定的这种层面 是台湾社会比日本常多 对这个即使是媒体 媒体也是一样 媒体也要分蓝绿 如果你今天讲的是 支持一个蓝的政策 明天讲绿的政策 他们就会骂你是变色龙 对不对 那其实媒体应该是中立的 那你的观察这样子 对台湾这个社会 它有它的多元性 有它的热力 对不对 那它的优点是什么 它的缺点是什么 因为你是旁观者清 要不要跟我们谈一下 就是如果持续这样子分蓝绿 对立下去 台湾会不会太消耗 消磨太多元气的 我觉得优点就是一个媒体 台湾媒体的之间的进监关系 非常的激烈吧 激烈 所以大家都抢新闻的那个 进监非常的激烈的原因 所以结果他们可以挖出来 很多很多新闻嘛 那这个部分媒体有活力 媒体有那种力量来批评政府 或是批评一个权利 这是一个台湾的一个媒体的一个好处 那另外台湾的政治 台湾社会真的是很拖延 那这个拖延的结果是 媒体跟这个拖延社会 有所一些连结起来 那例如说这个 自由时报 那相当代表这个先六的观点 代表绿的 那这个联合报代表这个国民党呢 蓝的 那现在的中国时报呢 某种是代表中国大陆的观点 那反正就是我们外国记者 或是外国人看台湾的报纸的时候 需要一个角度来分析 这个报纸 这个媒体到底有什么样的背景 来写这个稿子 所以我们看台湾的报纸的时候 不能看自己的报纸 有三种四种报纸 全部都要看 然后找到一个中间 到底发现真正的是什么事情 现在我们平常是看台湾的 但这种比较政治化的媒体态度 引起这个新年代的 中年代的一个不满 所以是很多人现在不看报纸的原因 是某种前都是台湾的这个报道 台湾的媒体失去了这个 中年代和新年代的一个信任 你觉得是这样吗 日本的像朝日啊 独卖啊 曾经啊 就日本的 那paper就是纸本的报纸 居然还有非常多订户 对不对 有人研究过 你好像也写过吧 还是你也谈过 就是说因为他们有非常多的订户 对 那为什么日本的这些像这个 这些newspapers 他可以不像台湾的报纸这么的下场 这么的凄凉 原因是因为台湾的报纸的政治区可性太强了 你的观察 这个政治性太强了 这个是一个台湾媒体失去了事件的一个原因 一个原因 当然有很多原因 这个玩乐时代的冲击 那日本也有这个玩乐时代的冲击 而且日本的报社媒体都也有一定的这个政治立场 但是这个报道层面上来说是还是没那么明显 而且日本社会是比较怎么说 我们叫做中级社会 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社会 所以是几乎是日本的百分之十 以上的人是可以贵纳这个中产阶级 所以大家的想法 还有大家的一些那个社会背景 大家都是上班族 所以是没有太大的差别 所以大部分是上班族 都是大企业集团 这个中生制 所以是他们对媒体的要求是 基本上是想知道天天发现什么事情 然后国际新闻的需要一个比较有限度的分析 真的这个读者的要求是基本上是相同 所以是很多人来反正批评日本报社报纸 每天看几个报社的报纸 但是内容都差不多 其实有一点点不一样 但是这个还是比台湾或者其他国家 包括美国 这个日本报社报纸的这个政治性 是比较 比较低的 没那么明显 政治区格性 对对 但是日本报纸也监督这个政府 对 所以是大家都要监督政府 批评政府的态度是过去到现在吗 还是比较逸致了 而且日本报社比较排执这个财短的控制 都都是独立经营嘛 独立经营的 所以因为发行率比较大 所以可以维持这个独立经营 所以这种怎么说 那种政治的影响力 还有财短的影响力 比较不会受到 真的这一点是日本媒体比较有一点优势的部分 当然是很多很多 我们自己也觉得很多日本媒体当然很多问题嘛 对 然后最近安倍政府比较强嘛 所以有一些报社 我们觉得是太靠这个安倍政府了 帮他护航啊 对 然后有一些这个独卖新闻 还有场景新闻 他们原来是保守保守媒体 保守立场的媒体 那就他们对安倍的 安倍政府的报道的一个方向 那就是 日本有一些日本社会的 以前是太这个 太亲安倍嘛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可能有一种前途的问题 但选民会受影响吗 选民吗 选民 选日本选民在投票的时候 对 当然是他们是选举的时候 这个媒体的影响力非常大 很大 对 所以是基本上选举的时候 大媒体都刻意小报道 一些有政治立场的这个报道 比较做一些客观报道了 是 在日本这个影响选举是报纸 还是政论节目 还是电视新闻 你也知道台湾有非常多政论节目 对 在选举的时候影响力 凭良心讲是还蛮大的 对对 这个政论节目是台湾的一个非常有特殊的地方 不同的文化 对对对 我天天非常开心看到这个 角角节的这个表现嘛 那可是他也超比例的 也被批判啊 对不对 那日本的政兰节目 一个礼拜只有一天 礼拜天的早上到中午 几个电视台 早上好像八点到十二点 都有这个政兰节目 但是这个频率 是没有的吗 所以是 我回去日本 今天晚上真的想要看到政兰节目 在日本看不到 台湾天天看得到吧 所以我在台湾这种一种享受 你讲的是真心的吗 也老张先生是日本资深媒体人 朝日新闻训练出来的资深 做了二十四年对修 所以台湾的政兰节目是天天都有 而且每天都有还不止一个节目啊 四五六七八个 是是是一种有乐化的一个 政兰节目 有某种节目 大家都讨论的 讨论的非常一个建筑的问题嘛 可是还是对这个观众来说 今天我看这个 还是芬兰绿的 对对的芬兰绿 而且这个这个电视台 哎我觉得没有意思 就换换换一个电台嘛 这种一个非常高度有乐化的一个建论节目 所以也是台湾世界上罕见的 哦好啊 非常谢谢旁观准经的野导钢先生 马上回来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非常谢谢今天的特别来宾 他是资深的日本的新闻工作者 媒体人 写了非常多的书 在朝日新闻工作过24年 现在是freelance 他有非常多的书 最新的这一本是 日本人默默在想的是 有点好像专门写给台湾人看似的 因为我们台湾人 跟日本人的关系太密切 每一年去日本旅游的人也很多 台湾有非常多哈日族 我们跟日本关系很密切 但是刚才野岛刚先生 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日本不只是只有动画 电视剧 而且药妆 要不然大家就是去买 什么水波炉 采购 但是让日本这个社会 虽然日本跟台湾那么密切 日本曾经这个日治时代 大概有有有多少年 198 1894年 这个一直到1945年 刚好50年 可是我们其实跟日本差很多 刚才讲媒体 日本的有线电视新闻很弱 有线电视的新闻很弱 他们的影响力真的很 所以还是无线电视 几乎零啊 几乎零啊 对无线电视的这个力量强大 而且影响力也真的很大 那日本媒体里面这个 待遇 待遇 最后的也是无线电视台的 现在还是 那真的跟台湾是天差地别 是吗 然后日本没有24小时的新闻台 对不对 没有我们一直都想要 但是没有实现 你们想要啊 我以为你们不要 我们新闻工作者还是知识分子嘛 都是想要 可是电视台都要考虑这个 商业上的 所以一直没有 利益就没有实现 但是日本的媒体分工很清楚耶 日本也有狗仔队呀 那些政治人物也会被报绯闻啊 也会被挖掘爬粪啊 这个杂志的部分 对 这是杂志 周康月康的杂志 是 不搞这个 然后这个大媒体或是电视媒体 就不搞这个 绝对不会跟着报道 基本上是没有了 所以无线电视新闻晚间 他们是晚间联播新闻吗 晚间联播会白 中午晚间然后 对都有嘛 但是基本上 报道的内容基本上都是 一个政府的想法 还有一些像或像的比较大事件 所以是 在日本是分工的很清楚 你说媒体 对 所以如果想要看那种 绯闻之类的一个内容 那就我就 大家都去买这个杂志 周康杂志 是 如果要看这个政治新闻 那就大家都看一些报纸 或是电视的新闻 这个我们社会的默契 社会的默契 默契 而且有一点像日本的 我们吃饭的时候一样嘛 我们的东西 肉啊菜啊 什么东西都分开的很清楚吧 我们做吃饭的 日本核实的这个方法 可是台湾是 这个中华料理嘛 什么东西都放在一起做炒 或者是跟吃火锅一样 什么东西都放进去 大锅菜 大锅菜 所以台湾的 我觉得台湾的电视台 尤其是台湾电视台的这个新闻嘛 嗯 有点像这种火锅一样 什么材料都有 从这个高度建制的新闻 到比较那种 肺炎社会新闻 嗯 都什么都有 都挤在一起 对对对 放在一起 所以现在看 今天看 刚刚才一样 发言 发言出现 那是第二天 就是下面是一个 一个偶像的一个肺炎嘛 嗯 这种 很 我们一个 对日本人是一个 很冲击 是啊 对 我第一次来的 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这个 到底这个怎么回事 嗯 但是慢慢的已经 不同的文化 对对对 所以我们都已经 反而现在觉得 这样子比较有趣嘛 但日本的电视台 不会报道那个政治人物 或是艺人的绯闻吗 可是日本的艺人 其实他们裸露啊 什么什么的那些 嗯 演出啊什么 其实也很 也很大胆啊 对 这个部分是 可能这个 每天 频路的早上 哦 这个主妇 家庭主妇 家庭主妇 比较喜欢看的 嗯 那个早上 那种早上节目 就放在那个时段 放在那个时段 嗯 但是网上 都都看不到 所以这个时间上的 这个时间 时间上的分工 时间上也分工 就不同的对象 对 日本是基本上是分工文化 嗯 嗯 我们做什么事情 都是喜欢分工 嗯 然后你的专业的部分 你要做这个 例如说日本的报社 嗯 我大概20年 一直都做国际新闻 嗯 然后 经济 做经济的报社 记者 还是一直都做经济新闻 是 政治是政治新闻 分工分得很清楚 所以你一直做政治外交 而且还跑过中东战争吗 对对对 国际新闻 嗯 可是台湾 可能台湾的媒体是 可能有时候要做消费新闻 嗯 有时候要做一些国际新闻 嗯 那个人人人人事变得比较多 嗯 嗯 就是日本我们大概就 进入这个一个媒体里面 嗯 可能过了三四年 嗯 那就我们报社就看到 你比较喜欢哪一条新闻 嗯 那就以后就决定你的一辈子要做 好 好 你是1992年就进招 其实你等于大学毕业没多久耶 大学刚毕业就进入了 二十几岁就进入了 而且学的就是新闻嘛 对对对 现在的这个耶导钢先生呢 他是freelance 那他写了非常多的书啊 这个第一本书 其实你一开始就是 伊拉克战争从军进 对对对 哦 战地记者吧 是战地记者 后来在台湾 写了很多 为什么 其实你的作品里面跟台湾有关的 几乎是 嗯 百分之九十啊 对 因为我就2007年到台湾 嗯 之后嘛 我就 也算是迷上了台湾 哦 所以台湾非常有趣 所以是哈台族 哈台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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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挖 想要挖的东西太多 还没写完 一直都在写 但是还没写完 所以是对 就没办法放 那个放手了 所以现在freelance 但是继继续写书 日本人默默在想的是 这个是你的 呃 有小见证的文化观察 你帮我们谈一下这本 这本书的切入的角度 嗯 因为你发现很多的台湾人看日本是呃 可能可能有一些更需要这个进入更真实的状态的日本社会的呃 但是你又用轻松幽默的方式来谈这些主题 是 其实台湾 人到日本之后是很多人跟我说 诶 日本很干净 对 还有日本人很受愧疚 对 或是日本人呃 比较怎么说 比较斯文嘛 啊 这是我们的印象 他们前占日本嘛 是 可是 当然可能我们我也很开心听到这些呃 呃 鼓励吧 嗯 但是另外我们在日本生活的人当然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实感 嗯 当然日本社会压力很大 嗯 然后就很多人每年很多大概是七万人要自家 那就很多日本人到台湾之后是感觉到很羡慕台湾社会这么的自由 嗯 这么的有时候很看起来很随便 但是没有那当然是台湾社会有台湾社会的压力 对 但是我觉得台湾人过得很比日本人开心 嗯 那这个很多当然是有不同的角度吧 嗯 每个每个名字都有个性 嗯 可是台湾人看日本人的时候有一点可能有些或是太理想话了 嗯 所以是往这个部分比较我们的内幕 你就把真实面写出来 比较不好可能有些不好听 对 或是不好看的地方嘛 嗯 也是写给台湾人看的 哦 他所以他的第一第一个部分就在讲说 哦 日本人也是可以生气的啊 哈 而且那个啊 不会反省的日本人窃听偷拍的日本人啊 爱哭的日本人 这个区就日本还可以这样看 然后巡规蹈矩之下的日本人其实有不同的这个层面嘛 然后呢这个核文化跟亚洲日本的九池肉铃哈 这也很有意思 嗯 还有呢就是记者的知识与感性 记者的知识与感性这一篇我倒是希望我们的媒体界大家可以 啊台湾的媒体界可以看一下 那嗯 你说的日本人压力大就是因为他很秩序要求很那个 所以日本人觉得很窒息的感觉是是在一个规矩之下 对对对 例如说 怎么说我们的上班族嘛 上班族 对 应该对七点之前不能下班 哦 七点不能下班 是你的上司不离开的时候就不能走嘛 哦是哦 或者是你的上司要给你喝酒 嗯 叫你去喝酒你一定要去 一定要陪他去 嗯哼 等等 嗯 很多 很多这个潜规则吧 嗯哼哼 那么你不习惯就没办法升官 嗯哼 或者没办法达到你能够发挥你属力的那种机会 嗯哼 所以是我在媒体比较有点不一样 比较自由 还是比较自由 媒体稍微自由 对对对 但是如果我进入其他一般的公司的话 真的我有办法适应 我曾经跟日本记者一起跑新闻过也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韩国 嗯 但那个时候你还没有进新闻街 就是韩国的总统选举嘛 哦 大概是一九 一九八八七年左右啊 是 就是我读泰语啊 金大宗金永三的选举的时候 我们的日本的同业 在选举揭晓之前 他真的做两个版本 嗯 就谁胜谁负 是是是 对啊 一定要这么做 我们进广告 台湾的媒体不会这样的 我当时是叹为观止啊 我们本人准备的太好了 这种达人跟职人的精神 而且从细节切入 对 对对对 比如说我们接待外国朋友的时候嘛 嗯 大概每一个小时都排了要去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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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在哪里吃饭 全部都排好嘛 嗯 我们做那种行程的表格 行程的转档 对对对 个人也是这样吗 还是公司 公司也是个人有时候会这么做 嗯 因为我们心不安啦 不会这么做 没有这么做就心不安 这是一个从小教育的问题吗 有一个教育的问题 嗯 社会的一个规矩的问题 嗯 这个我们我们自己都搞不懂 我们为什么要做得这么细 哈哈哈哈 这个一个民族的病态 哈哈哈哈 你到刚刚先生说这是民族的病态 哈哈哈哈 对我觉得台湾人跟日本人应该一加一除以 一加一除以二才对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太散漫 哈哈 但日本人有的时候太严谨 我们怎么样可以综合一下会更好 对对 我们平常说日本人跟台湾人要综合一下 有吗 你也有这样的想法对不对 这个可以先聚来的孩子是中间一下 哈哈哈哈 因为我刚刚去过 刚刚去了京都跟那个东京 京都那个 NEO就是紫园记嘛 有没有 在那个八板神社那里啊 就是7月15号嘛 有记点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这个 那个是行人的行人区啊 是 那他这个直的是行人区啊 那横的是可以过车子 是是是 你知道一个路口 这就是红绿灯啊 京都市政府派出了8到12个警察 管一个路口 是 我跟我的朋友两个现场就这样 太为官职 在台湾可能一个警察就够了 可是日本要12个警察 我给他一数12个 然后他用喇叭 用哨子啊 小心小心 叫你要过马路 车子要停 哈哈哈哈 不同的文化 对不对 我们进广告 也打 刚刚先生 日本人默默在想的是 我们他相互之 这个互相这个知己知彼 两个社会 才能够更交流 更融合 立刻回来 这个哈 这本书 日本人默默在想的事情呢 其实是哈 台湾很多人这个可以好好地阅读 了解日本哦 那因为我们台湾大部分 像我们现场的 那个我们对面这个哨成 一年去日本的次数 比有多好多次 真的 谢谢 我一年大概会去 会去聊三次 对对对 那这本日本人默默在想的是 有讲到中华料理 何时料理啊 什么什么不同的地方 希望大家参考 但是我比较注意的是 我们我们听众朋友 有些媒体的工作者 这里面你有写到记者的资讯 与感性 记者的坚持是什么 记者的坚持对 是一个 里面我比较有用力写的一个部分 对 那我觉得每个记者 都有不同的这个环境 而且都有不同 都都在不同的媒体里面 但是我觉得每个记者 都需要一个坚持 我看到一个 让你觉得要写的时候 就不要放弃 有时候 这个环境不允许你写 对 可是今天不写 可以了 明年也可以写 后年也可以写 对 你把这个议题 放在自己里面 然后慢慢的可以把它发销 那就 可能过了五年 准备好 准备好 有机会就可以写 每个人都有 看到一个 不喜欢的东西 或是想要批评的时候 当然是马上可以写的话 就最幸福了 对 可是平常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一个新闻工作者 他对他要写的东西要有坚持 但是要去收集资料去采访 对对对 那你是24年朝日新闻工作退下来 这个然后做freelance 是日本人默默在想的事 是你退下朝日新闻之后 所出的第一本书吗 这个应该第三本 第三本了 因为我在朝日新闻的时候 当然每年写一本 对 可是觉得还要可以写更多 所以我心理上累积的那些资料 或是想要写的东西 越来越多嘛 所以现在还是写的数字比以前快一点 因为时间只有比较多 你的同业有人认为你很奇怪吗 朝日新闻待遇应该很好啊 影响力也很高啊 你这样子这么年轻就离开朝日新闻 他们会不会觉得你 大家都大家都 我的朋友嘛 报线的朋友都说不要 不要走啊 不要走 因为大家都因为 当然是日本自由计较的环境 也并不是那么的好吧 所以你很有勇气 可是我觉得还是我们的 人先的价值 还有计较的价值是 可能不一定可以通过这个 那种待遇来见面吧 所以日本人默默在想的事的 野岛刚先生 这个这本书之后 正在筹备另外一本书 写的是 台湾的棒球 台日的棒球 台日棒球 纽带 这个百年历史 这个可能刚刚开始田野调查 所以也觉得还是需要一年的 这个调查时间 你要这样两地来回 这样一年的时间 写一本书 因为我同步进行几本书才行 是 对 所以是 而且写很多专栏嘛 在日本还有台湾 所以你的生活很忙碌 一直都在写 那你是一个对台日两个社会文化非常了解 你会告诉日本人台湾人的不同的这个默默在想的事吧 其实日本人 你只剩20秒了 看起来比较内向 比较不说话 或是有时候就不带那么的油像 或是比较假的 有些台湾人说日本人太得很假 真的假 这不一样 这个是日本人第一次见到的时候 很紧张 不想要可以 紧张害羞 对对 害羞 如果自己说太多 就让你觉得不开心 所以日本人其实是很热情的 很热情 想要接待 但是克制自己不说话 所以不要误会